又在炒作这个产能过剩 那中国大陆也是说 我也不是没招的啊 我也有关税法 记不记得美国的贸易代表戴琪 经常提到说这个 关税是美方最重要的一个防御工具 对美国是来是这样子 何况是对中国也是一样啊 其实从2012年 这个习近平开始上台 这个主政掌权以来 到现在12年 我一直看到这个北京 透过习近平 然后他不断的赋予中国的官员 各式各样的这样一个 有关于在贸易 尤其是欧美越来越升高 对于中国的这个贸易壁垒 他授予这个中国各官员 各式各样的一个反制武器 还有反制的这个政策 所以中国人大代表会 他这一次这个通过 是从12月 今年的12月1号开始实施的话 这个动作与其说 就像我一开始破题说 是戴琪有提到了这个 美国是把关税当成 最重要的防御工具 那中国其实未尝不是如此 也是一样 所以对于美国 对这个华盛顿 对于这个布鲁塞尔而言 对于美国跟欧盟 都是让美欧知道 这个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关税法 其实就是对他们表示 中国也有这样的武器 而这个武器不是说一定要 跟这个美国 中国跟美国 中国跟欧盟 然后或者是中国对美欧 两个这个贸易体 做一个这个彼此互相的这个摧毁 因为毕竟中国现在是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只是让美国跟欧盟 让华盛顿跟布鲁塞尔知道 当你们对北京 对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祭出这一连算的是个措施的时候呢 中国不是没有筹码 对没有招没有筹码或是没有东西 那中国也是可以用这样的一个反制 那这样的一个 被新加坡的这个学者高树超 他形容说这个像核弹一样 为什么他会说像核弹 那这个核弹不见得是要对付你 拿出来变成跟你好像做于这个 彼此的贸易毁灭贸易报复 而是让你知道说 你如果要出这个招 那中国也是有这样一个核武器 产生一个威择 我形容叫做贸易上的恐怖平衡 就是恐惧的总和 你美国和欧盟可以对中国的时候 中国也可以同样对你美国和欧盟 就是等于是以笔之道还施笔生 然后以子之毛公子之盾 就类似这样的概念 所以美国欧盟大概知道说 中国也不是好像玩假的 还是喊一喊一下而已 毕竟这种关税 你要把它升高或降低 当然没有一个人会讲的 比这个川普更狠的 川普今年二月的时候不是放国话 我今年如果当选美国总统 我再回来白宫的话 我绝对把这个关税提高到60% 我就这样对中国的这个产品 喊着这个川粉兴奋的要命 那个美国的那个支持川普 那种感觉 你起码如果你敢像川普这样战的话 回复到几年前的那个美中 川普在任的时候 美中贸易这样子赤裸裸的 这种烟消味大战的话 中国不是没有经历过 问你你拜登敢不敢 然后你现在的欧盟的这个 组委会的主席冯德兰敢不敢 而且更何况你们现在权力都面临这个交关的时刻 因为拜登列宇你他能不能过川普这一关 冯德兰尔也要面临等下也会讲到有没有人希望他继续干下去 那个法国总统马克宏好像就不挺他 所以啦 我就说欧盟跟这个华府的自己的执政当局 你的底气都不是那么稳 所以中国更 我觉得他更有这样一个机会就是丢出 这是一种讯号 这个叫讯号 不是真的马上就丢出来像战争一样的核爆就核爆了 而是这个讯号告诉你 你要我压这个按钮我随时可以 这个关税法就是其中一个讯号让你很清楚知道 对 是啊 中国大陆不是没招的 那你欧洲你必须要自主要自觉 如果真的都跟美国走的话 也许对你欧洲利益不太一样 比如说俄乌这个局势 美国希望乌克兰挺住 但真的对欧洲好吗 也是一个很大问题 比如说呢 刚刚静明哥特别提到 彭博社说法国总统马克宏要考虑换掉谁 现在欧盟主委会主席冯德莱恩 还说前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 他经济专长是人选之一 另外来看到亮哥你怎么看 因为欧洲这一块 其实中国大陆着力也很深 肖茲不是在刚访问中国大陆吗 你怎么现在要搞这一招呢 德国警方说逮捕了一个欧洲议会 一名德国极右翼议员的助理叫郭健 还说他就是为中国大陆进行间谍的活动 这个人长期游走德国政界跟德国华 一圈然后呢德国驻华大使就说天哪 我们不能容忍德国今天发生任何间谍行动 无论来自哪个国家 然后呢肖茲就说不论来自哪个国家 无法接受对德国进行间谍活动 这些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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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担忧 然后大陆这边说否认有所谓中国间谍活动 谴责这种说法是诽谤 那这些欧洲国家应该停止自导自演 炒作反华情绪 我觉得那个影响不大 真正影响比较大的是 冯德莱恩大概是没戏了 什么意思 因为肖茲也反对 对 你欧洲两个大国都反对 而且荷兰也反对 对 所以你怎么还有戏呢 所以这个才影响重大 这个真的比较重大 美国在整个欧盟的 根本就是卧底的啦 就是冯德莱恩嘛 这个也意味着 而且你要知道习近平五月要去法国 对 而且肖茲刚从中国回来 对 而且那个阿斯玛也不是刚表态吗 对 说他的售后服务不会受美国的影响 对 对不对 所以都陆续做出 说不 独立自主的判断 就要去美化就对了啦 也没有到那个程度 可是就说我们不是美国能够知道的啦 OK 事实上你去看马克宏最近讲的话 他也说 这个欧洲还是要有自己的 独立自主的判断等等 对 所以 我觉得这个态势就蛮明显的啦 因为 如果法国 德国 跟西班牙 法国 德国基本上做了决定 西班牙一定follow 对啦 那意大利大概也会follow 那大概就是没戏了啦 是 你说冯德兰没戏了 冯德兰就没戏了 好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可以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 美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喔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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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